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上个星期五 美国金融界平地一声雷 爆发了史上第二大的银行倒闭事件 几股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 在毫无预警之下倒闭 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大动荡 投资者犹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离银行股 而整个过程只用了48个小时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当天表示 他们已经接管了西股银行 并且任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接管人 那到底这前前后后48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 引爆的导火线又是什么呢 根据国际财经媒体的分析报道 西股银行会轰然倒下 是因为流动性不足和资不抵债 根据加州监管机构的文件 截至3月9号 西股银行的存户在一天之内 总共是提取了420亿美元 那这是压死西股银行的最后一根稻草 之后美国的创业与风险投资社区就出现了恐慌 就连亿万富豪地尔旗下的创始人基金公司 以及其他大型风险投资公司 都竞相要求他们的初创公司 把西股银行里头的存款通通撤回 那这里简单科普一下西股银行是什么来头 西股银行的总部位于美国加州运营超过40年 是科技行业的钱袋子 也是初创企业和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主要金融渠道 因此对新创公司来说 西股银行倒闭绝对是灭绝性事件 会让公司倒退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另外西股银行曾经是美国存款增长最快的银行 存款年增长一度从600亿美元 飙升到1200亿美元 远远超过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 那如今西股银行闪电倒闭 会不会重演2008年雷曼危机引发的骨牌效应呢 全球市场将会迎来哪些余震 今天纽约监管机构以系统性风险为由 宣布关闭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银行 签名银行Signature Bank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大银行倒闭事件 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发表联合声明指出 关闭千名银行是为了进一步遏止 银行业危机持续蔓延 另外西股银行倒闭事件 也引起了全球股市不安 尽管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 已经赶在亚股开盘之前宣布紧急救援 但还是阻止不了 包括马股在内的市场恐慌抛售潮 马股早盘一度大跌了23.15点或1.6% 闭事时跌幅收载至11.25点 其实在西股银行宣告破产之后 美国有超过3500名的企业总裁和创始人 代表大约22万名的员工签署请愿书 呼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相关人士 保护银行存户的权益 并只有超过10万份的工作可能面临风险 对此耶伦表示政府正在与银行业监管机构密切合作 寻求应对西股银行倒闭和保护存户的策略 但是不会考虑大规模的援助行动 来到今天美国政府就宣布 所有西股银行的存户 可以在当地时间3月13号起 提取西股银行户头里头的全额存款 而纳税人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损失 同时美国总统拜登也誓言 他将会要求导致西股银行和Signature银行倒闭的人 承担所有责任 而SVB西股银行倒闭 也立刻在英国引起了效应 美国西股银行因为陷入流动性危机 一夜之间轰然倒闭震惊全球 多数亚洲股市闻声惨跌哀鸿遍野 西股银行在毫无预警下宣布破产 杀投资者和储户一个措手不及 也波及美国以外的许多科技产业 英国科技初创企业 就是其中一个受到冲击的案例 经营英国幼儿英语启蒙应用程序的业者 受访时职严 如果政府没有寄出解决方案 很多公司接下来恐怕无法发放薪水给员工 也支付不了欠下的账单 账额额额额上明天 不过英国首相苏纳克昨天前往美国圣叠戈 与总统拜登会面时表示 在事情发生后 他一直都有和财政部商讨对策 并会在近期内公布解决方案 苏纳克派定新闻说 目前英国的整个金融体系 还是稳健的 人民无需担心 并承诺政府将会继续支持 国内的科技行业 作为全美国排名第16的银行 西股银行的倒闭 是否意味着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 正在酝酿当中呢 有专家认为 相比起大银行 西股银行倒闭的事件 又让美国一些中小银行的困境 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之下浮出水面 新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正伟表示 如果美联储未来继续收紧货币政策 存款增速持续下滑的话 可能会让国内的中小银行 逼于无奈抛售债券 进而侵蚀利润和资本 那到时就会走上西股银行的老路 另外也有投资者认为 信心比黄金更珍贵 随着西股银行宣告破产 让不少银行存户 对中小银行的信心动摇 再加上中小银行 比大银行来的脆弱 进而影响市场信心 如果大批银行存户 再要求提款 领回自己的存款的话 可能会引发股市崩盘 甚至会催生金种危机 到时候果将会不堪设想 中小银行宣告破产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